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禁度在 《路加福音》23章 33到43节 这是接续昨天的禁度 33节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独楼地 就在那里把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独楼地 确确的地点不是很清楚 很可能是耶路撒冷 城西北方的地方 那么是行刑的地方 就到了那里 把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钉十字架是罗马 当时候很残忍的刑罚 那么会用三个支点 就是钉子基本上应当是定在 手臂两个骨头中间 因为如果是手掌的话 可能会撑不住身体的重量 会撕裂开来 那么这个刑罚的主要的目的是 要让人慢慢慢慢的死去 很痛苦的死去 钉在十字架上 强壮的有的可能可以掉个几天 就是慢慢的失血 那三个支点承受你的重量 所以你每一次要呼吸 你必须用力 让你的狠隔膜可以撑害 所以到最后你没有力气 等于是慢性的窒息 是非常残酷残忍的 而且我们在看的电影 《受难记》还挂着一块布 基本上很可能是全裸的 因为他本来就是要羞辱这一个犯人 所以耶稣在当下 在众人的围观里面 他等于是一点尊严都没有 然后他中目睽睽底下 就被钉在十字架上 被架起来 被抬起来 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上面写着犹太人的王 嘲讽他 羞辱他 嘲笑他 那么 所以这里就 轻描淡写的写了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独楼地 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同时呢 有两个犯人 昨天提到 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猝死 又钉了两个犯人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这就应验了 先知所说的 列在罪犯中间 当下耶稣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我们刚才提到了 耶稣 他是完完全全没有尊严的 你可以想象 耶稣在肉体上非常的疼痛 在心理上非常的难过 因为他看见耶路撒冷 受审判 他哀哭 耶稣掉眼泪 因为 以色列百姓不愿意接纳 接待耶稣 不愿意接受 福音 所以他们要受审判 耶稣掉眼泪 不是他要上十字架好痛 他掉眼泪是 你们怎么不愿意接受救恩呢 怎么不愿意接受福音呢 你知道吗 你们这样要受何等大的审判 当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 毫无尊严 人一丝不挂的 在上面 看着下面一群嘲讽他 嘲笑他的人 耶稣说 父啊 顺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一个人 他爱人 或者他的怜悯 慈爱 可以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而耶稣 他就向我们显出了一个 令人震撼震惊的爱 恩典和怜悯 就是在那个当下 他的肉体极大的疼痛 他的身体相当的疲惫 他的心里面饱受折磨 他仍然充满了怜悯 兵丁就拈旧 分他的衣服 拈旧是抽签的意思 这里的记载 其实也是应验了 诗篇二十二篇 诗篇二十二篇 也是一个弥赛亚诗 那里 二十二篇的 这个 第七节 就说 凡看见我的都吃笑我 他们撇嘴摇头说 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 耶和华可以救他吧 耶和华既喜悦他 可以搭救他吧 十六节 全内围着我 二党环绕我 他们扎了我的手 我的脚 我的骨头 我都能数过 他们瞪着眼看我 他们分我的外衣 为我的礼衣 连纠 这些兵丁 就在那里连纠 耶稣的衣服 完全照着 诗篇的预言 完完整整的应验 百姓站在那里观看 这里也提到 好多人的反应 兵丁在那里抽签 礼仪要归谁 百姓 在那里观看 有各样的百姓 各样的群众 官府 吃笑他 刚才我们念的经文里面 也提到他们凡看见我的都吃笑我 吃笑我什么 他们撇嘴摇头说 他把自己交托 耶稣华 耶稣华可以救他吧 吃笑他说 他救了别人 他若是基督 神所拣选的 可以救自己吧 兵丁也戏弄他 上前拿醋给他喝 这个醋是酸酒 这是恶意的 因为喝了这个醋 喝了这个酸酒 延长耶稣的生命 因为在十字架上 你延长生命 就是延长痛苦 所以就拿了醋药 给他喝 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 可以救自己吧 所以前面 官府也说 你是神所拣选的 你是基督 可以救自己吧 那么 兵丁也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 可以救自己吧 这个都是一个讽刺 因为耶稣现在的状况 毫无尊严的 被刮在十字架上 这些人就在讽刺他说 你不是王吗 不是很厉害 那你可以救自己吧 对不对 意思是说 你根本什么都不是 你只能够乖乖的在那里 任我们折磨 凌辱 嘲笑 自食 在耶稣以上 有一个牌子写着 这是犹太人的王 当然这也是为了讽刺用的 三十九节 那同定的两个犯人 有一个讥笑他 说 你不是基督吗 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所以可以看到 一直出现的是 你可以救自己吧 你可以救自己吧 不同的人都在挑战耶稣 可以救自己 其实都是一个嘲笑 都是一个嘲讽 四十节 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 说 你既是一样受刑的 还不怕神吗 我们是应该的 因我们所受的 与我们所做的相称 但这人 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这两个犯人 有不同的回应 一个 跟着大家一起嘲笑耶稣 很难想象 这个人他也够惨了 他也一样背着十字架 被人家带到刑场 他一样被钉上十字架 他在那个时候 居然还可以嘲笑别人 你就知道 人的邪恶可以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你自己都要断气 都要死了 你还有心思去嘲笑别人 那另外一个呢 可能听过耶稣的讲道 教导 知道耶稣的事 所以他知道说 但这个人 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就回头对耶稣说 耶稣啊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德国降临 这是指 这个但一理书七章 十三十四节的那个背景 人质驾着天云降临 得着能力权柄 他的国没有穷尽的那件事情 你德国降临 那对我们来讲 当然就是指耶稣再来的时候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那耶稣就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 今日意思是现在 耶稣在强调 这是历史的 立刻的拯救 不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发生 当这个犯人呢 他有一个愿意的归一 愿意的悔改 愿意的归向神的时候 归向主的时候 他立刻就得着拯救了 所以耶稣要强调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耶稣再十字架上 我们把他两句话连在一起 第一句 他的祷告是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耶稣再十字架上 他看着下面这群人的时候 他是充满了怜悯 他一直在预备心 只要人一回转 他要立刻赦免 所以当这个犯人 一回转的时候 他就立刻赦免 立刻使他得着恩典 哇这样的爱和恩典 真的是令人震撼 真的让人难以想象 我们把之前我们所读的经文 跟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 做一个整理 在十字架的这个行刑的现场 会有哪些人 我想象 就是说经文里面有提到的 有兵丁 对不对 有百姓 有官府的成员 还有这两个犯人 还有谁呢 往后翻会看到有百夫长 外邦人 还有余瑟是工会的成员 还有那些妇女 玛利亚 摩大拉的玛利亚 约亚拿等等 还有什么呢 还有耶稣的门徒 还有谁 我们之前想 可能会有巴拉巴 还有谁 那个被十字架的西门 还有谁 可能有比拉多 在十字架的下面 耶稣 他被羞辱的挂在十字架上 可是耶稣看着下面的 这一群人 耶稣西门在想的是什么 是只要你们悔改 任何一个人 你们愿意悔改 救恩就立刻领导你们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眼神 不是充满了怨恨 不是瞪着 兵丁说 你改死了 你完了 你死定了 不是的 不是瞪着法利亚人 而是满怀着怜悯 就是到最后一刻 他仍然在邀请 张的双臂也是在邀请 愿意拥抱 每一个悔改的人 这里还提到 刚才提到一个重点是 所有的人都在挑战耶稣 说 你可以救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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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他是可以救自己 在别的福音书提到 他说他愿意 他可以叫天父 拆遣十二营的天使 来营救他 但是耶稣他没有救自己 从十字架上下来 因为唯有挂在十字架上 才可以成就 上帝救赎的计划 才可以拯救 下面这一群 要钉他十字架的人 为什么耶稣不下来 其实路加在这里 是要来解答一个问题 他是基督 他在之前行了那么多的神迹 他可以平静风和海 他可以医治麻风病人 可以叫死人复活 为什么从十字架上下来 这有什么难呢 对耶稣来讲 难道他没有办法行这个神迹吗 为什么耶稣不从十字架上下来 路加要回答这个问题 所有的人都在挑战耶稣 你可以救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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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的回答是 他不愿意下来 是因为他要拯救我们 所以耶稣的回答是 当然每一个人问他说 你可以救自己吧 耶稣的回答在心里面 耶稣可能在想的是 我可以救自己 但是我要救你们 所以我为你上十字架 我刚才提到 在十字架下面有很多的人 各式各样不同的人 有看热闹的 有哀哭的妇女 有这个门徒 可能梦想破碎的门徒 有这个莫名其妙 背着十字架的西门 有突然得着释放的巴拉巴 我觉得也把我们摆在 十字架下面吧 耶稣在十字架上 他可以清楚看到每一个人 也许他对每一个人 有一个眼神的教会 想象我们今天也在十字架下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 也是为了你我的罪 当今天耶稣的眼神 他在十字架上 看着我们的时候 你觉得他要对我们说什么话 我们会想对他说什么话 求神帮助我们 这些经文我们再熟悉不过了 我们常常读 但是我希望我们可以多一点停留 求神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更清楚的听到 他在十字架上 他要对我们说的话 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看到许多的人 带着恶意嘲讽你 抵视你 攻击你 要把你 钉上十字架 羞辱你 然而你在十字架上 你整个心中所思所想的 是要赦免 是要怜悯 你祷告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就算是在十字架上 受尽了羞辱 受尽了疼痛和折磨 当人悔改的时候 你就立时立刻拯救了他们 我主啊你怜悯我们 当我们把自己摆放在 钉十字架的现场 我们注视着你的眼神 我们看到你温柔的眼神 我们看到你的灵敏 你也邀请我们今天 再一次 把我们的罪 一切的羞辱 交在你的面前 你也邀请我们 再一次 来跟随你 你要告诉我们 孩子我都知道 我知道你的挣扎 你的软弱 到我这里来 我要全然的赦免你 你在这里 有全然的温妥 全然的拯救 亲爱的主 谢谢你为我们 所成就的大事 愿主 今天再次借这段经文 震撼我们的心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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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